谢谢 谢谢 开起来 开起来 大家应该认识我 所有大会我又来了 上一季表现非常的优秀 大家有看过吧 只上过一期 大家就只看第一期就好了 真的 我当时计划就是第一期 先谦虚地讲一讲 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吃软饭 然后在后面再发力 证明我不仅是斯文老公 还特别厉害 结果就只上了一期 不但没有摆脱斯文老公这个身份 反而坐实了 这个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呢 我又去了奇葩说 表现非常的优秀 对吧 对 真的很优秀啊 我太精彩了啊 这个 是吧 而且我们队也非常的神奇 就是队内谁厉害 就淘汰谁 所以我走到了最后 但是上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遗憾 就是最后没有拿到BB King 哇 真的就便宜了詹青云啊 真的 真的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理解 说 哇 程璐 还有资格争夺BB King呢 真的很好 就是 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拿到了BB King 今天就是以BB King的身份 参加Talk Show大会 然后突围赛没有过 那你证明Talk Show行业得多厉害 到时候我就是行业之光 对吧 不过上那个节目也不是没有收获了 就我在那个节目 集中练习了大量的吵架技巧 天天练习开杠 我现在吵架已经非常专业了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已经提高了 斯文每次想吵架 我就跟他说 你确定吗 对方便有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斯文当然也不示弱了 他说 哎呀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我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于是我俩辩论了起来 最后我赢了 家没了 我说我真好 之后呢 我还上过一个节目了 叫做做家务的男人 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咋想的 做家务的男人也太不适合我了 你看我又不做家务 也不男人 我记得其实前一阵的时候 疫情期间嘛 挺多夫妻离婚的 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 就很容易厌烦 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万一我离婚怎么办 我就去网上搜索了很多夫妻如何相处的话题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要抚养费 比如说 离婚后软饭男该如何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 离婚后 该如何寻找下一个独立女性 好 又保证了 哎呀 太好了 诚哥的相关能力是没有问题 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你斯文老公出道的我 离婚后 我是谁啊 成路 成路是谁啊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不 这不是成路 这是建国啊 其实呢 哎呀 其实 我俩考虑离婚是放不下的 就最放不下的是海源 毕竟海源才35岁 这个 是个涉事未深的中年 而他的好朋友就要离婚了 你说他该如何承受这样的事实啊 放心 海源 即便我俩离婚了 我们还是爱你的啊 我们会尊重你的选择啊 你想跟谁就跟谁啊 而且我们周末会一起去看你的啊 不过啊 我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就想离婚就离婚嘛 也许离婚之后 是吧 会对讲脱口秀有好处 会有新的素材 但我很快就想到了Rock 因为他也离婚了 对吧 上一届脱口秀大会也讲了离婚 结果效果就跟他的婚姻一样 失败 我不批他我都很难受你知道吗 所以说喜剧演员最大的悲哀 不是离婚 而是离婚还不好笑 所以希望我能离一个好笑的婚啊 而且哎呀 离婚很难的是要面临跟父母 如何交代的问题 你说啊 尤其我身份很特殊 你说啊 我回到家 我跟我爸妈说 我跟斯文离婚了 他们肯定很震惊啊 啊 那我家岂不是没有明星了 我说爸 我也是干这一行的 我可以努力嘛 我努力再找一个嘛 是吧 再找一个女明星 你知道张雨琪吗 她应该不会嫌弃一个离过婚的人啊 而且她已经为我拍灯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张雨琪 我是成龙 啊 啊